好 那接下來呢 針對我們素環珍馬上要滿這個 登場27週年這個重要的日子 我們也針對這張專輯來做一個特輯 好好的來看一下 聽一下愛連說 2012年 霹靂為了慶祝當家男主角 素環珍登場25週年 而推出永年曲素環珍個人專輯 2015年 霹靂再度將素環珍相關群務集合 與數位平台推出素環珍個人專輯2 愛連說 精挑多首與素環珍相關的曲目 並搭配四首全新收錄的遺出 希望能與素環珍歡度登場滿27週年的重要時刻 天華怒雨 吳孟生斬棋術 風采倫老師2012年作品 唐柏的管弦樂聲強勁有力 遼闊的音場宣告怒雨將至 吳孟生揮舞雨善從容登場 以絕頂智慧與玄棋術法領導正道為負何便宜 一曲宋元寇英子小曲 黃金琴老師2012年作品 一曲宋元寇英子小曲 靜密的空間傳來正正哀奇 綿綿細語中傳來消聲遠揚 牙衣上的寇英子感知無縫聲的逝去 所以一曲銷聲半旗宋元 天奇爵 天奇爵角色曲 蘇通達老師2008年作品 中西樂風搭配演奏 輕快的節奏感 清新爽朗的旋律風格 營造出文人雅式的溫如灑脫 四至五童 四至五童角色曲 傅思榮老師2008年作品 以輕量華麗的傳統國樂編曲 活潑輕快的節奏感 開朗輕巧的音符中 散發著一股至此般的天真無邪 明月清零 蘇環珍河畔思良 孫敬凡老師2013年作品 高雲高 明月明 清零的鋼琴聲如晚風吹拂 雙黃館吹奏起夏夜清幽 失去記憶的蘇環珍難得卸下重擔 在河畔漸漸思良 也享受難得屬於自己的時刻 風雨同路天涯形 蘇環珍與玄同太子 浩旭老師2005年作品 辭取原本為精選十一的一海情商 而在十年後的今日 在玄同太子與蘇環珍展現友誼的橋段 再度使用且備受討論 培育時的巧思 讓舊音樂在新時代中重新受到注目 我們也以這首音樂重新定位 與戲名朋友相邀 未來也要風雨同路天涯形 《愛連說》是一張充滿色環珍歷程的重要專輯 也展現了霹靂對於音樂經營的用心與努力 也請各位樂迷朋友繼續關注《霹靂好音樂》唷 《霹靂好音樂》唷 《霹靂好音樂》唷 第五個 Spektional 《霹靂好音樂 ITno就是我 homage》唷